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麻煩部长一下 台电也准备一下 请部长跟台电 部长先请教一个冷门的问题 电价 明天就要召开电价费率省议委员会对不对 那现在经济部有没有方案 这个就是省议会里面的他们专业的讨论 不过都还是会有政策性的思考 这个部长 当然他们专业讨论是需要 我跟你部长回顾一下 从2015年104年到现在 那大概涨跌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2015年 它涨这个降幅最大 但是那几年台电都有相当程度的超额盈余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稳定基金其实补了不少 那但是从2016年开始 我们去看2016年到现在 部长你看一下2016年数字 到现在其实等于五年只涨过一次 其他不是不调整 就是我们政策性的去稳定 那所以这个部分你来看的话 会变成说我们电价的那个稳定基金 他其实对以前过了百亿要几千元 现在只剩下100亿了 部长你知道这个状况吗 我了解 所以该涨不涨 该涨动涨 可能大家各有考量 但是我们的稳定基金很显然自己都不太稳定了 所以部长你就必须要注意到那个水位其实是很低的 好像水口要没水存100亿 100亿 老实说天下就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 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考虑说明天或者下一次 应该是4月跟10月嘛 下一次的那个电价的审议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那过去我们是过去就是有合理利润之外 如果超额盈余的话就拿去稳定 所以部长你觉得 如果我们用台电去年制节的这些盈余356亿的话 你觉得我们今年还会 我们现在还会有提拨稳定基金的数字吗 确实去年刚好因为油价比较低 所以让台电在去年有一些盈余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到底是有盈余 因为台湾现在经济算超热 全世界独一无二 经济超热有时候你就应该趁这个机会 价格电价水价就要去调整 这个也应该你不能一辈子都不挡 五年只涨过一次 这个我觉得不见得对 但是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你的燃料 能源价格又降低 然后看起来我们经济状况好 那这两个其实某种很矛盾 价格低要给杠给 经济状况好我就要涨价 所以这个你就必须要去考虑 所以从2015年到现在这五年不涨 我认为合理 因为美中的经济冲突那个时候才开始 然后台湾那时候政党也在刚轮替 刚轮替完 所以要稳定军心 稳定经济 我们用价格去控制成本 我觉得让社会安定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对的 但是美中冲突已经结束了 美国会改选完都定案了 现在就是产业就分工 全球产业链就分开来了 所以在过了这个联武动之后 你也要稳定经济的信心的话 有时候就要从这个地方去思考 来那部长 现在媒体大概都预测说 明天的开会大概也不会涨了 你觉得呢 坦白讲我没有 我不知道明天的节目是什么 好啦好啦 我跟你说啦 明天在结果如何 政府还是得要有决策啦 如果他决定要涨的时候 你还可能要犹豫一下 但是部长我跟你讲我的考量 如果我们看电价的成本的 这个结构的话 其实你们自编的决算 去年是每一度 你们盈余是0.11元 今年一月的时候你们还更高 你们每一度还赚0.1151 算到小数点后面第四位 其实你们都有探钱啦 去年的356亿 今年可能看起来会更多 但是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你们有赚钱是可以降价 可是我本身是对这个降价会保留 但是我还是提供一点 政策上面的建议啦 因为接下来是夏日电价了嘛 夏月电价 夏月电价你价格还更高 燃料成本是在那边 其实你占还更多 但是我部长请你注意一下几个数据 我们长期以来被认为说 是民生电价在补贴工业用电 你去看从民国91年到去年109年 我们在民国91年的时候 民生电价跟电力的比值 工业的电价只有民生用电的七折 所以民生来补贴工业 这个是大家很质疑的 不过过了十几年快二十年下来 你可以去看现在的比值到0.91了 到0.91 但是大家还是说 我有什么民生用电 你们叫灯泡价啦 跟那个电力价工业用电价格 为什么民生要比工业高 虽然你们有契约用电 它是高压用电 成本计价可能不一样 但是你一旦被质疑说 跟水价一样 我民生来补贴工业 这就不对了 所以部长我会建议是这样 现在台湾的电价已经是世界最低的水准 大概是倒数几名 台湾又不产能源 这个已经不太正常 不过没关系 这个国家的国家的结构 有动涨 就应该要有缓跌 甚至动跌 你把那个超额盈余拿来厚值电价稳定基金 来补那边 如果说你要降价 我认为不该 有降价空间其实不要降 或者缓降一点 拿去补那一百也就要不够 第二个 在降价的时期 如果你可选择降价的话 先降民生 然后动工业 你就会把那种民生高于工业电价 那百分之十慢慢慢慢的拉平 趋势上应该拉平 你要政策性的去稳定民生跟工业的电价 那如果遇到要涨价的呢 我先动民生去涨工业 这样总有一天会把那个百分之十拉回来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抱怨说 为什么我要家庭用电要去补电工业用电 我觉得这是政府该注意的 部长这两个方向你赞成吗 谢谢委员建议我们会把它纳进来 就整个结构性的部分来做一起考量 好吧 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会看得到 民生跟工业用电的平均电价是一致的 好 那部长回过头来今天的主题 在讲这个藻礁的公投案跟辩论 那我们现在的回避方案 也就是现在在施工这个方案 其实是比国民党时代的规划 然后缩减了百分之九十 而且这剩下百分之二十三公顷 它是不填海的 这个我们再确认一下 所以这个政策已经比国民党时代好了 如果国民党的委员现在还在质疑说 你们这破坏藻礁生态 你们以前不是生态杀手 他们也不会承认 那反正在野了就算了 所以在野了 你在科学的证据 一旦进入在野了 政策一致 就算我们一模一样 我也是两百三十二公顷好了 他也很难听懂了 在野党就 你说什么都听不懂了 现在公投成案之后 他更听不懂了 他更听不懂了 所以这也不能拐用 大声不是就贏了 科学的证据在未来 8月28号公投之前 那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讲 在立法院讲 对民间讲 遇到人就讲 可能现在我觉得 社会才可以理解说 原来我们对生态 到底三阶有没有破坏 这个才会有一个清楚的轮廓 我觉得这一个月来 我们有达到某种程度的效果 那我来讲几个事情 第一个 我们现在在施工 这个没有错对不对 有棧桥 然后一直往外 已经差不多七百公尺了 施工期间 跟以前的沿岸 大家讲有藻礁的沿岸的生态 到底有没有变差 其实如果以报告来看的话 我不敢说变好 但是刚听起来 包含说 那个 那个海保署 包含您的讲法 其实 它的聚落数在观察 调查里面 还增加 增加 物种数也增加 我不敢说比较好 至少我施工中是维持住的 那如果施工中维持住 完工后应该理论上会更好 应该会更好才对 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 这也是大家调查不是您去调查 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继续讲 我们不讲施工或以后完工 或生态会更好 至少我们很尽力把它维持住了 没有错 这个你可以承诺 是 对不对 可以确认 这个没有错 对不对 我们也很乐意有这样的好的生态 而且那个剪了垃圾以后 就整个让海岸线 其实大家会觉得这里漂亮 是有保护才会变漂亮的 就是说工程下去 到底是不是保护 这个其实是很科学的 对 那工头成案我来说就听不懂了 大家各说各话 如果我们去看中央大学的地址所的报告的话 稍微再跟您借一分钟 民国90年到102年的四张图 其实本来是没有工程的 刚才有些工程委员说 之前的东顶他们的工程 其他工程的突堤效应 反而是让这个需要光合作用的藻礁露出来 他可能他 你现在才看的藻礁 以前还看不到 他反而是生态来说会有一尺处了 那他们现在说希望不要有新的工程下去 我也尊重这样的说法 不过你看民国90年到106年这样子 其实因为盖了那些提防的海岸工程 其实他藻礁其实露出了 现在才看得到 所以那一天上礼拜一 我们去看现场的时候 几百个人进去看 他也去看那个里面的生态 这个是藻礁 这个是聚落活的 就是因为这个工程的原因 这个结果 这个也不是我讲我去解释的 事实上卫星照片是这样 那第二个部分 我现在可以要确认是 沿海不填土 应该也不会破坏 至少施工期间 这几年已经维持住了 现在他们要讲的是外海 刚刚有国民党的委员讲说 外海那个九百公顷 那我不晓得说他们的理解 到底九百公顷是怎样 你看这个图 九百公顷是长这样没有错吧 白色那个线 才是有填防波堤的 对不对 不是去填了九百锅公顷的外海 不是 不是对不对 这个我们在确认 不是填九百公顷外海 沿海二十三公顷就没再吞了 外海那九百几公顷是围起来 是围起来 所以范围九百公顷很大 不要被误导成说 哇那九百公顷全部破坏掉 错了 有时候工程范围大 它反而对于海流 对于其他影响小 因为范围太大了嘛 范围太大 足球场的跟篮球场 它的影响就是不一样嘛 就是第一个 它是用比较开放式的 那一定要有防波堤 否则船没有办法进来 对 那第二个船进来之后呢 因为它要停靠 所以我们确实有一个 二十一公顷的外海填区 那让船可以停靠 那是这个样子 那中间因为船要回转 所以在中间的地方 会有一部分会浸挖 那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不是叫做九百一十公顷去天海的问题 魏老师最后跟你回答吧 我就不再用时间了 浸挖的部分也有提到 刚才有讲说 浸挖的那个工程是在外海的这一块嘛 要挖船才不会搁浅 他们认为那一块有可能会影响到藻家或其他生态 那你说明一下 你挖这要挖到十五米嘛 对不对 对就是有一个大概圆的这个地方 圆圈的这个地方呢 它要挖了以后 这个船才不会刮到 那这个是要在十八公顷的 十八公尺以下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中游都有水下的摄影去看 那因为它就是一层沙 那下面有这个胶体 但是呢没有发现这个 有海床啦 对 它没有发现这个藻礁的这些生态系 部长就帮你说明清楚两句话啦 第一个在这个圆圆地方这个航道下面 第一个它没有活的藻礁 因为没有光合作用了嘛 第二个在我们调查里面 没有他们所讲的保育类的柴山多杯孔 也没有 这两个都没有嘛 这个再帮你厘清一下 好谢谢 请苏志芬委员咨询